现在的哈佛SUV真良心 从12万的售价一口气跌至6万多 单看价格就让很多人心动了 再看看配置空间外观等各方面的表现之后 相信很多人都会心动 毕竟哈佛汽车号称SUV领导者 销量很好技术很好性价比很高 与下两款哈佛SUV现在都到了超低好时机 而且起步都是1.5T沃轮增压发动机 都是四轮独立悬挂 特别是第二款非常适合年轻人 价格更便宜一些 第一款是哈佛H6 虽然现在哈佛H6的销量不如之前 但是在外观内饰空间等各方面的表现 2023款国潮版的哈佛H6依旧是相当完美 外观还是家族式风格设计 貌似这么多年哈佛H6的外观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变化 就连车身尺寸也没什么变化 超长4米645 轴距2米68 看到这个车身尺寸数据之后 终于知道为什么哈佛H6销量变得不好了 因为很多同级别的紧凑型SUV 轴距至少也超过2米7了 超长也基本上都超过2米7了 而哈佛H6都没有 如果能改进一下 相信哈佛H6一定能恢复往日风光 另外在动力方面 配备了1.5T沃轮增压发动机和2.0T沃轮增压发动机 之前了解过哈佛H6的朋友都知道 这两款发动机都是哈佛H6一直在使用的 这么多年没什么变化 而且油耗高动力度的缺点始终存在 这是让哈佛H6销量下降 口碑下降的原因之一 不过整体开车还是没什么毛病的 1.5T沃轮增压发动机 低功率版本马力有150匹 高功率版本马力有184匹 另外2.0T版本车型 马力高达211匹 动力组合质量没什么问题 现在价格也很便宜 曾经哈佛H6价格普遍在12万左右 不过现在2023款国潮版的哈佛H6 优惠之后大部分地区大概需要7万多 而少部分地区结合二手车自换 利息补贴等政策 能将裸超价优惠至6万多 对于前后独立悬架 四轮独悬起步1.5T沃轮增压发动机的哈佛H6来说 6万多的价格真不贵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第二款是哈佛M6 对于哈佛M6很多人很陌生 主要是因为这款车型销量不咋地 但其实整体性价比相当高 因为从外观方面我们可能会发现 这款车与老款的哈佛H6非常相似 无论是前脸的星空进气格栅 还是侧身腰线以及车身尺寸 都与老款哈佛H6差不多 超长4米664 轴距2米68 所以说这款哈佛M6与哈佛H6是兄弟车型 一点都不为过 如果你还不相信哈佛M6与哈佛H6是兄弟车型 那么我再带大家了解一下哈佛M6的动力方面 全系配备1.5T握轮增压发动机 而且都是低功率版本车型 马力有150匹 无论是发动机型号还是发动机操控 都与1.5T低功率版本的哈佛H6一模一样 而且哈佛M6所配备的六档手动变速箱 与之前哈佛H6手动的车型也是一模一样 还有同款的七档湿湿酸的核变速箱 都与哈佛H6一样 所以这款哈佛M6虽然名气不高 但却非常适合入手 因为价格特别低 它拥有与哈佛H6一样12万级别的品质 但官方指导价仅需要71900到92900 而且优惠过后入门集超型 仅需要6万出头 就连七档湿湿酸的核变速箱自动软版本 优惠后也仅仅只需要6.9万左右 这样的性价比确实是相当高的 一般不了解车的人都不知道哈佛M6 但是真正的老司机都知道 并且保值率也不算低 前后也是独立悬架 与哈佛H6外观空间 车身尺寸 动力 B盘 悬架等各个方面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完全可以放心入手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